1998年 丁海峰出演王武松之后 就向妻子堂哥表示 我爱上了潘金莲 我们离婚吧 丁海峰与堂哥 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的 恋爱三年后 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直到丈夫的事业不得知 堂哥也默默地支持他 不要灰心 即使拍戏不行 还可以做其他的 但就在丁海峰 觉得自己出头无望之事 他接到了《水浒传》的邀约 于是他心系万分地去了剧组 并成功拿到了武松一角 为了演好这部戏 丁海峰每天都勤加苦力 因为当时的特效不比现在 所以剧组用的老虎 也是从动物表演团 借来的真老虎 临开拍前 导演张继中找到丁海峰 海峰啊 保险给你买好了 你放心拍吧 丁海峰也克服恐惧 与老虎斗了角 拍完老虎戏份之后 丁海峰被抓上了好几处 但好在没什么大案 相对于武力戏份 反而是在感情方面 让丁海峰有些为难 在拍摄过程中 丁海峰对饰演潘金莲等 演员王思义动了心 因为王思义非常的漂亮 而且两人在举功 还有不少的亲密戏份 于是两人传出了绯闻 这件事也传到了堂哥那里 但丁海峰面对妻子的质问 却并不理睬 两人因这件事大吵一架 之后丁海峰凭借武松一角 火遍了大江南北 他也对妻子有些看不上 于是丁海峰对堂哥表示 我们离婚吧 我爱上了潘金莲 堂哥也不多说 谢谢你的坦诚 我不为难你 你考虑好我们就离婚 说完他便回了娘家 之后丁海峰在家里 发现了一个铁库 里面有堂哥为他写的 二百多封信 丁海峰毁度当初 他马不停蹄地去了岳江 将妻子晃了回来 不久后 堂哥生下了两个孩子 一家人过得非常幸福